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重要的节日父亲节 桃源市复兴区昨天举行模范父亲 和热心公益的父亲表扬大会 运东县政府在乌瓦鲁兹部落活动中心 举办了一场唱自己的歌 部落鼓摇传唱音乐会 共同庆祝原住民组织 欧零五零迈向近邻台放 也制定了相关法规和解探措施 而立法院也召开共听会 一起讨论原住民族土地的理由 假日一开始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虽然原住民族日刚过 不过各地还是有在假日期间 举办了原住民族日的相关活动 也鼓励民众多走走认识 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不过在欢迎原住民族日之外 8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也就是父亲节 桃源市的复兴区呢 昨天也举行了模范父亲 和热心公益的父亲节表扬大会 红色彩带 挂上红色彩带开心节获表扬 前桃源市原民局长林日龙 获得今年桃源市模范父亲的殊荣 今年66岁的林日龙从基层公务员一路当到原民局长后退休 40多年的公务生涯 逐步创建建族人的福祉外 对家庭的经营和照料更是不在话下 获得了自己家乡的肯定 有幸今天能够为我们父亲期做了很多的福利建设的工作 在这边也希望父亲期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好 也期盼我们所有的父亲能够在父亲节都非常的健康快乐幸福 恭喜我们李多玛先生或者我们葵徽礼 在看的画面上来自桃源市复兴区葵徽礼的李多玛 维护着部落重要的检疫自来水长达20多年 目前单纲部落检水会主委一职 即使64岁了行动不便 但有任何用水的状况 李多玛都会冲到第一线来解决 不只稳定地方的需求 也与妻子努力抚养四个孩子 获得父亲区模范父亲的殊荣 被提出来了 那我也愿意来去接受这份荣耀 也是我们葵徽礼的一些荣耀 所以盼望我们以后 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社区 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 表扬的过程里面 再次凸显我们在乎的价值 父亲对于家庭的贡献有很多种 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爱是一样的 我们有公益爸爸 公益爸爸 还有模范父亲一起来 全桃园只有父亲区是这么做 除了选出桃园市跟复兴区的模范父亲外 桃园市复兴区公所是在从各里选出10名热心公益父亲 鼓励并表扬为地方努力付出的100位父亲 原先咱们都是不让一样台湾巴德采访报道 就继续来关注今年也正逢是原住民族正名的第30周年 因此平中县政府在昨天晚间在乌拉鲁兹部落活动的周星 举办了一场唱自己的歌 部落鼓窑传唱音乐会 邀请了多组享誉国际的原住民鼓窑团队演出 地末是年乐团 带来富有传统意境的动人鼓窑弦乐 再由平大鼓原岁文化艺术团 带来考察部落文化的鼓窑曲目 感受到祖先的尊尊教诲 接着有孩童口述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平县府举办鼓窑传唱音乐会 邀请大小朋友传唱自己的歌 经由各年龄层的参与 不仅带动鼓窑附阵 也象征着世代传神 我们的心希望好多好多我们的小朋友 续世代发 所以县府在111年到111年 我们做了鼓窑的采集 我们希望歌颂山林 我们希望移畅历史 所以我想有很多很多 大家一步一来 努力去保存 努力去创造的文化技术 还有历史 有带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追逐 一步一步的去采集 原住民立委吴立华表示 今年5月立法院修正通过姓名条例 在身份文件上 名字可单列原住民组文字 不再局限于中文姓名 在原住民姓名平权 也迎来新的里程碑 今年5月我们已经完成修法 身份证欠战 直接单列罗马评音原住民文字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 告诉人家 用我的族名 不按我 拍同用纯粹的歌声 向大众传递排文组鼓窑的美丽 还有由一群热血老师 组成的合唱团 用鼓窑传达他们对 鲁凯文化推广的热情 以及推动附赠南台湾歌乐的 喜喜鼓艺术团 船上排行组长辈对青年的叮咛与期许 整场音乐会令人动容 平县府表示 未来人继续与民间携手合作 让屏东县成为复兴原住民古摇的摇篮 并在原住民文化保存上 持续投入资源 原氏新闻歌手 屏东太武采访不到 而各界庆祝原住民族日的方法很多元 接着来看到的是 季守长 季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 蓝宇传爱 70周年的纪念特展 在8月1号 原住民族日的当天 在蓝宇航空站的大厅 举办了开幕仪式 现场活动相当温馨 以爱守护 用心陪伴 继守长神父 继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 蓝宇传教 70周年特展 8月1号 在蓝宇航空站大厅 举办开幕仪式 活动在原住民族日进行 别具意义 九点半活动正式开始 揭幕里邀请继神父的传教员 前总统府执政林新宇 享老教会代表董森永牧师 继神父培育学生代表董昌平 教育界代表 蓝宇国小校长夏曼威廉斯 蓝宇天主堂代表林志明神父 基金会周永辉董事长六人 共同拉开序幕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蓝宇岛特别是冬天没有东西的时候 它就在那个时段给予我们温暖 从外面捐来很多的物资 衣服什么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神父 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岛屿上 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的慈父 因为我们没有的他都会给我们 林志明神父洒圣水为影像展祝福 并感谢天主透过特展展现七十年前 白冷会传教士用生命把信仰带到蓝宇 神父强调在两千年后的族人 要继续把这一份爱带给更多人 而文化的传承要电影来看到 猫公部落第二届的酿酒节 要透过最在地的体验方式 让来访的游客认识阿美族的酿酒技术 和文化意涵 那这次的活动除了举办音乐晚会之外 也邀请了邻近部落的族人前来摆摊 分享不同的酿酒文化 猪人们传唱部落歌谣 展现阿美族的丰富文化 让现场观众也听得入迷 这里是第二届法公部落酿酒节 在活动的第一天 就吸引许多外地民众到访参与 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是蛮好的 那如果有更多可以让外面的人 像我们一样这样子的人 去认识这个酿酒文化的话 我会觉得更有它的意义 然后我们也可以多多的参加更了解 不只是来吃喝玩乐而已 由于社会大众对于原民社群 仍有错误的饮酒文化迷思 加深了歧视的鸿沟 青年也认为 透过部落的角度以及分享 能够减少误会产生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不错 是你可以从头知道如何酿酒 跟长辈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到最后成品这样 我们已经被贴很多的标签 不然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原住民爱喝酒这件事 可是其实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品 多的糯米才有办法去酿这些所谓的嘎涅 对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 即便像Seven或是公卖居 可以随意的买得到 理事长也强调酿酒而美族语为嘎涅 具有深厚的文化连结 不同于一般贩售的酒品 而年纪之前部落也会开始进行酿酒 作为祭典使用 因此才会选择这个时间点举办酿酒节 并且规划实际体验课程 促进大众认识 比如说我们风云进米丽大本进竹林 我们就一定要用到我们部落自己酿的酒 百里木表扬优秀青年 也这个奖程我们也一定是拿部落酿最好的酒 给我们的青年鼓励 然后百里木也是把这个最好的酒 献给我们的长辈 跟我们的文化祭典都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个酿酒的这个文化 极力的一个推动 是要让大家了解 从这个制作酿酒去了解部落的文化 学宝杰表示透过法共酿酒节的活动 能够带动地方产业的跨界连结 以及酿酒文化传承 对于部落有重大意义 未来他们也将会持续提供资源协助 原则新闻杂料被草林封编采访报道 继续走到都会区 来到位在桃园青浦的 吉里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 在8月1号原住民族日的当天也正式营运了 而吉里是取自于泰雅族语碑楼的意思 是希望提供原住民族文创产业的育成 交流推广和展授之外 更希望成为台湾原住民族文创产业接轨 国际的基地 头目举起杯子 结告祖林 宣告吉里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正式营运 吉里取自于泰雅族语碑楼的意思 攜手各界同心其力 推动原住民族文化创意产业 同时桃园市原住民族一站式产业辅导服务站 也正式接牌启用 提供民众创业咨询与产业媒合 想要创业的 想要这个贷款的 或者是你在这个开业当中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这个一站式的服务站 让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作品产品都能够在这边被看见 能够拥有这么多功能的这个文创园区 我希望大家都好好利用 不是只有给国外看 我们一定要富香甜常常来看 来给我们自己的商家多多的鼓励 来多多的购买 让他们的业务能够真正热上 让他们更有信心 圆明文创园区临近桃园机场 具有连结国内外的便利性 而在地文化如何接轨国际 也在园区营运之后有了新的期待与盼望 Kili这个店目前是我们九个物件通分中 载体量能最大的 也是我们期待最高的 让更多的商品让国人看到之外 也让外国朋友看到我们原住民文创商品的魅力 将来不只是国内的民众 国外的旅客 要来体验我们的文创 我们原住民的文创 非常非常方便 能够把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才华 展现给我们所有国人 更是在能够在国际上面发光发热 而就在原住民族日30周年这天 亭力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正式营运 目前厂商进驻率达九成 未来也将结合语言文化 影视娱乐生活公益等多项产业发展 将成为台湾原住民族 与世界接轨的产业基地 原始新闻感到马亚布拉利亚 桃园中立财富报道 而新闻焦点要持续带您来关注 凯米台风对高雄山区带来的影响 秦镇院长是来到了高雄桃园 针对受灾严重的桃园国中 还有明霸克路桥的钢便桥进行试查 开明台风造成高雄桃园多处灾情严重 行政院长二号就南下到桃园 视察灾后的凶负情况 而首站就来到因台风遭到土石流 侵袭的桃园国中 学校也针对收复工程提出五点的协助需求 包括整治校园旁边土石流浅是溪流区域 学校建物的结构性鉴定 恢复受损的经费 建置校内柔道队临时的训练场地 引进永久性训期的安置空间设置经费等等 而借着院长亲自到访机会 校长也提出校内急需超长跑道的空间 而对于校方的诉求院长也承诺会全力协助 各位刚刚上来的那个坡道 是我们平常学生的跑道练习的地方 南横公路是我们常跑练习的区域 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运动场 那我们学校前方有一块土地 因为有很多单位在列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不是请院长那里变成我们的运动场 我想这个部分跟配合刚刚市政府吴局长所提到的 这些个整个高雄市的灾损经费 我想这个拜托 第一个教育部还有一些抢嫌抢修的复原经费 教育部还有一些抢嫌抢修的复原经费 第二个我们行政院还有灾害准备金 积极的来应应这个这个部分 在逐一了解校内的受损情况之后 院长也驱车前往到米巴克路桥视察修复情况 并要求公务局务必依照预定时程 在8月17号之前抢通老农机河床变道 提供基本小行车通行需求 在10月15号之前修复现有受损玉碎溪溪口钢变桥 而医院高中德也说明 目前在玉碎溪上游 以及布团布纳斯溪上游仍有大量的吐石 若再遇上大雨 桥梁再次冲毁是必然的 因此也给出相关的建议 院长也认为要给居民一条安全的路回家 指负市府要汇整各方对于桥梁中长期的意见 而中央也会携手地方推动灾故的一切工程 借有这次的一个灾难 让我们在先行作业的A1A 住在没有被击倒的状况下 我们把安全路让建立这边 就是走向这一块 安全 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 它的高度已经达到50公尺以上 如果说这一块一直延伸到反神乱桥的话 安全性是更好 后端76公里的地方 一直到78公里这一端 它目前也是跟路是一样的高度的状况下 我们希望那个地方也是规划成为所谓的倒架桥 这样子我们的任性计划会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地方如何做一条安全的路 这个地方要请区长议员 当然是市长 地方上大家好好在来整合一下最好的意见 那我们把计划给它做出来 那预算 刚刚脑龙心的诊治等等怎么会有预算呢 那这个路的预算交通改善 一条安全路的预算 我们再想办法把它筹编出来 就报接下来还会有台风青台 旁大的重建工程是刻不容缓 疫苗也不能耽搁 而至于明八个路桥 以及南横公路的永久性规划 又该如何进行 目前还需要收集 以评估各方人士的意见 而对于等待多年人没有安全路回家的主人来说 政府是否能够真的完成承诺 给予一条安全的路回家 才是他们唯一所在乎的 那现在老包子高雄桃园采访报道 而接下来 援助民族的土地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来看到二零五零年要迈向禁令排放 也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和减碳措施 而企业也可以向拥有自然碳会的卖家 来购买碳权 抵消企业无法再减的碳 而昨天立法院也召开了公厅会 邀集了族人学者和企业等 一起来讨论未来原住民族的土地利用 要如何相互合作发展自然碳会 二号立法院会议室栽的满满满 前来的有原民族人专家学者 二零五零近零排放的相关部会 以及需要减碳的企业代表 深入了解在碳有价的时代中 原民族人如何发展自然碳会 而攸关原住民族的森林自然碳会的资源 也就成为重要关键 政府应该跟原住民族共同来推动跟管理 有关原住民地区的一个自然碳会 那新增的碳会的相关权益 必须跟原住民来共享 假如说上市柜公司或是它供应链的所在地区 如果是邻近原住民保留地的话 公司这边可以评估对于社区的风险或机会 并且产行相关的因应措施 要增加公司企业减碳 金管会也宣布现行的治理凭借架构 不过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把关力都够吗 即将问世的原箱碳会ESG工艺平台 要让原箱碳会资讯公开透明 不过回到现在 森林资源的富裕跟维护 会不会跟现行的净罚补偿出现进和 其实按照现行的净罚补偿条例 以及办法的规定 只要符合覆盖率的 在检测的时候符合覆盖率的七成以上的规定 其实是没有做一个 其实是不会影响到族人 在森林利用上面 还有书法上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进行 我们很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平台 然后让政府能够透过政策的引导 让企业跟我们土地上的人民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 在进罚补偿之余 森林经营的更新利用 援助民族的土地 从保留造林 进罚到迈向重碳 不过原箱的族人 对碳会和碳权如何解读 研究碳权交易和土壤学 相关的专家学者 也提供策略 让部落在守住土地价值的同时 也能创造新产业 有的新闻给亮 许焦荣 立法院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无安报新闻 如果没有任何的新闻题材 请拨打原始专线 我是景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